哲軒 他這麼可愛 真的 那時候我接到消息 他就打給我說 洪文你真的要離開嗎 之類的 他就一直很想哭這樣子 對啊 不知道 希望他有好的球技 有很好的表現 歡迎加入樂天桃園 因為我不太會講話 我一直太喜歡講話 所以簡單的就是 其實樂天球場給我一次機會 那還能繼續穿上球衣 是我這輩子最大的夢想 最後就是希望大家 在春訓練之後全力一步 我們重點就是要拿下總冠軍 謝謝 教練師跟我講說 就 角色的部分還沒有跟我講 他就跟我講說就準備好 開季準備好 就是照自己的那個 的房子 照自己的TEMPO 然後龍路球隊這樣子 蠻開心的 就是大家的氣氛都非常好 就是本來就是這樣 春訓嘛 大家準備好 然後 帶一塊來的心情來 來 來春訓啦 他本身就是一個蠻自立的一個選手 他在球隊現在也算是一個老大哥嘛 那 老大哥就是讓學弟去學習你在場上的一舉一動 那我相信他在場上他有他的經驗 那他在投球的霸氣 跟一些相關 對於場上的解讀武器 他可以給學弟的一些傳承 我覺得說這部分是非常寶貴的 那也希望說期待說他在場上可以 提升他的價值 然後展現他的優點 然後幫助我們球隊 然後讓我們的投手戰力更強大這樣子 換不一樣的球衣 可是我們是做一樣的事情嘛 從最早之前的兄弟 然後富榜 然後當下樂天嘛 我覺得只是換一件球衣 但是 態度啊 然後鬥志啊 訓練啊 我覺得都是一樣的 再多一件球衣 我覺得蠻開心的 其實 對啊 第三件球衣 希望可以拿到正關去